欢迎收看本节目,我是主持人圆圆 8月30日,刘老根大舞台官方账号在社交平台上更新了一则视频 曝光了赵本山在拍摄乡村爱情时的幕后花絮 随后引发网友热议 视频中赵本山亲自给赵四示范如何表演好摔倒 没想到他为了让拍摄效果更好一些 竟然亲自摔了一跤 还吓到了周围人 他跪地时身体明显有些不稳 满头白发的样子看起来格外苍老 赵本山毕竟是63岁的老人了 身体素质大不如从前 似乎还报受了不少 满脸皱纹的模样与以前差别很大 摔了一跤后 他的手上也破了皮 其他人都很关心他的伤势 索性并无大碍 网友们在看到这段视频后 有人评论 看到赵老师这样真心被认真感动了 还有人夸赞赵本山很和蔼可亲 在工作中很敬业 现在演技也依旧在线 还有人祝愿他身体健康 赵本山作为家喻户晓的演员 曾与宋丹丹多次上春晚合作 给观众们带来了很多欢声笑语 近年来 他转到幕后 专心拍摄乡村爱情与刘老根系列 每天都在为工作操劳 十分辛苦 此前赵本山坐高铁被偶遇 整个人都报受到完全认不出来 老太十分明显 但他的心情似乎很不错 面容比较慈祥 还特别亲切的与乘务员一起合照 完全没有大咖架子 谢大脚与月仙虽然去世了 但乡村爱情依然在拍摄中 赵本山几乎每次都会清零现场指导 赵本山一直是很敬业的演员 作为导演他也很优秀 希望他不要太过操劳 还是应该劳逸结合 毕竟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 联系删除点赞了吗 关注了吗 谢谢